巴西南部布鲁美脑市一所幼儿园发生砍人事件 一名男子手持斧头闯入幼儿园攻击 造成至少四名儿童死亡 另外有四人受伤 总统卢拉发推文谴责嫌犯的袭击行为 指针对无辜无助儿童的袭击 是荒谬的仇恨和懦弱的行为 他在出席部长会议时也形容嫌犯 是个披着人形的怪物 并未罹难者默哀 25岁的嫌犯越过一面墙 进入校园的内部随机伤人 他在行凶后向警方自首 目前还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 布鲁美脑市所在的圣卡塔临纳州 也为这起震惊全国的袭击事件哀悼三天 市民星期三晚上 也聚集在一起追悼不幸牺牲的四名无辜孩童 后面凶逢避免 有关联系的内部随机伤人 也认为我对他们所在的一面墙 这次来的写生 也认为我对他们所在的一个困难 他们所在的一面墙